就是这个男人 曾经把百元衬衣穿出了奢牌即逝感 这个男人19日穿了一件破洞T恤 又一次登上了热搜 他就是邓维 那个曾经吵到逢尸的行男 有人说他太吵了 这副模样就是想要他房的 于是他被割中黑 还好这个内心温润的大男孩 没有让我们失望 抵得住流言蜚语 那是因为他本没有东西可被黑 一次一次的黑 我们一次比一次更认可他 他的封面杂志大卖 他的时尚感又一次被大众认可 他就是为时尚而生 他代言的护肤品 低调而不失奢华 他的团队一直都有在认真选品 他和品牌爸爸也是相互成就 迪奥的这件衣服 邓维穿上真的很绝 拔钱多的T恤又被粉丝横扫一空 他带来的购买力 是孜然粉和钻粉心甘情愿的买单 威斯一定很喜欢这条项链吧 19日搭配迪奥破洞衣服 也是这款项链 这孩子一定很念旧 内心温暖 对于时尚单品不求多 一条项链出镜多次 他是懂搭配的 也是懂节俭的 如此破烂的衣服 邓维他就是可以一次又一次 惊艳时尚圈 近日好称中国内地第一渔记的卓伟 时隔多年再次重出江湖 刚一露面就预告了一则爆炸性大瓜 他说最快九月底 一个古装剧的准顶流男星可能会塌房 他砸下的这一重磅炸弹 差那间激起千层浪 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网友循迹而去 将近期的准顶流男扒了个遍 近期因热播剧 而备受关注的演员 更是重点关注对象 实料最后竟有矛头直指邓维 但出乎意料的事情总在下一秒发生 就在消息发出的次日 卓伟的搭档就在直播中提到了邓维 那他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第一 他是一个很乖的孩子 从来没有所谓的耍大牌行为 他说不管是他 还是艺术总监去接触邓维得到的反馈都是一样的 跟他相处下来会感觉很舒服 他提到的第二点也打脸了不少人 第二点就是商务代言问题 众所周知 邓维因没有商务没有代言 一度被炒了很久 但据他所说 光是他所得知的商务就有三个 而前段时间 两本杂志因他打架 更是他证明自己实力的最好证据 静待花开 总有苦尽甘来的一天 第三 他说邓维实在没有什么太多可塌房的事 这个暑假已经有太多关于他的黑料在漫天散播 但黑料不够黑 那些防爆他的人反而还助了他一臂之力 这次的无辜躺枪 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给他带来些许的影响 对于天天被用来挡枪的他 无可避免会影响一波路人员 他目前在谈的几个商务也会受到波及 好在他拥有的是一只严谨 且成长速度极快的团队 即便与成熟的团队相比 可能资源不是那么成型 但一直在进步的团队 加上流量当头的邓维 富妖直上九万里 尤其是男士 在娱乐八卦圈 卓威可堪称是神一般的存在 能让他耗时耗力跟拍的 必须是有知名度 且各方面数据都不错的人 费尽心思放长线调上来的逼时大鱼 就像当年他爆出来著名的夜光剧本一样 就是他在跟拍女方一年多无果之后 转去拍男方一个多月才得来的成果 但为什么一有负面问题发生 就总有人提名邓维呢 圈内某个著名的导演 曾在直播间这样说过 他的大意就是早在长相思 刚有点小名气时 邓维就被黑被防爆 他得罪的那个人 是全天下都知道的 以至于根深蒂固 现在不了解邓维的人 觉得他就是那样的 四百万的粉丝量 怎么承受四千万对他的攻击 这个著名导演 还义愤填膺的说道 网上那些说他耍大牌的 都是胡说八道 他在眼长相思之前 连个大牌都不是 又要如何耍大牌呢 导演的一句话 更是揭露了网上 为什么一直针对邓维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 我就要把你毁掉 这看似阴暗生恨的话语 瞬间惊醒千万个梦中人 喜思极恐的话语 显示了阴暗的到底是哪一方 他真实的口碑 真如网上所说的这般不堪望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无数个业内导演 对他的评价都是 蛮谦卑 蛮低调的 资深制片人李百霄 是这样说的 他说其实早在 长相思钢波时 他就跟团队说 要敲定邓维的综艺 邓维火爆出圈后 更是给他了 意想不到的结果 一般艺人在火了之后 就开始沾沾自细 调忽欲然 然而他们当时 一起接触了二三十个艺人 邓维这边 却永远都是 最快回复的一个 与邓维团队洽谈的 商务总监 心情非常愉悦 他也因为此举成功 粉上了邓维 圈内人士又是如何评价 他的演技呢 现在的他并不是实力派 依旧有需要进步的空间 但他的表演 依旧是可圈可点 完成度非常高 长相思中最大的亮点 就是他的情感释放 以及眼神的传达 他带给观众的 是很诚恳且真挚的 在娱乐圈 从来都是资扫门前选 为什么会有人 愿意站出来 替他说话 答案可能就藏在一些 举手投足的小细节里 单单是在剧组的一个关门 就能体现出不同 有人是重重的把门关上 有人是忘记了关门 但邓每一次出屋 总是轻轻的把门关上 不愿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 在细节中见证人品 人品好 网友们自然会喜欢 对他的支持 自然也十分给力 在今年的暑假中 邓维凭借与杨子合作的 古装偶像剧 长相思一举窜红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最后 他宣布接下来的商务代言 是一款女性化妆品品牌 这个品牌被视为高级药妆 在市面上并没有过多的炒作 和流量明星代言 然而 由于其产品中成分丰富 尤其是在高端院线中 备受推崇的修护精华 深受爱护肤的女性群体的喜爱和追捧 换句话说 邓维这次拿到的商务代言 可以说是相当高逼格的 而正好在此剧之际 每年一度的时尚杂志费加罗 正在进行金酒封面的评选 对于邓维来说 能够成为费加罗的金酒封面人物 无疑是一种荣幸 经过评选邓维位居封面人物之列的新闻传出后 在同期其他杂志销售中 创下了非常亮眼的销量数据 实体杂志销售量高达23万本 成为2020年至今 唯一一位是实体杂志销量冲进前世的艺人 这个数据还不包括限定版杂志的销售情况 而且邓维的知名度 并未通过跨海或演艺圈之外的宣传手段扩大 他凭借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表现 成为了一位备受期待的顶尖艺人 邓维的成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他在剧中的角色塑造中 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和心血 在《长相似》中 邓维与杨子饰演一对患难夫妻 他们将爱情升华为信仰 跨越了时间和命运的障碍 这个古装偶像剧 不仅引发了观众们 对于古代爱情的共鸣和热爱 也让观众们对于邓维的演技和颜值刮目相看 他在剧中塑造的角色形象深入人心 个性鲜明而又情感丰富 为他赢得了大量忠实粉丝的支持和喜爱 除了出色的演技 邓维还以其扎实的基本功和勇于担当的精神 获得了导演和制作方的高度认可 在剧中 他能够准确地把握自己角色的心理变化和情感表达 让人们为他的角色经历和成长而动容 他的表演风格独特而又不失自然 为观众们呈现了一个立体饱满的角色形象 在费加罗杂志经久封面评选中的成功 充分展现了邓维作为一位实力派演员的魅力和影响力 他不依靠炒作和政策保护 凭借扎实的演技 俘获了广大观众的心 成为了备受瞩目和关注的艺人 这次登上费加罗的封面 无疑是他演艺事业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也是他个人成长和发展的见证 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和突破 邓维也将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机遇 他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专业的态度继续深耕演艺事业 不断挑战自我 探索更广阔的舞台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他的名字将在演艺圈中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精彩表演和情感碰撞